我们看到了新北市长侯友宜 已经在新加坡了 他昨天启程 那启程之前在机场 他说了一段话 还有特别提到 像市民关心新北市 还有关心台湾的好朋友报告 还要带着新北市府的团队 前进新加坡进行交流访问 他特别提到了 中华民国需要再次起飞 就从新北做起 好这一路上呢 我们看到了侯友宜 他坐的是经济舱 坐的是经济舱 那很多民众吓一跳 说捕获野生市长 那同时听说 在这个登机的时候通关 那他也没有走什么贵宾通道 这个通道他说 没关系我跟着一般民众 跟大家一起排队 感觉起来很亲民 很接地气要走的是 庶民路线 那当然在这一次呢 很多人就怎么看 他的新加坡之行 包括新加坡的这个位置呢 具有特殊的国际地位 不只是过去国王会谈 也是马席会的举办地点 所以大家都会一届的解读 这一次访问新加坡 就是侯友宜 2024的起手室了 从他的随行人员中 似乎看得出端倪 除了四位女性的局处长之外 在去年九合一选举担任 侯友宜竞选发言人的 吴亮贤王敏逊 这两个人也一起去了 被视为这个是选战幕僚 将为2024大选见习 强化相关的论述能力 以便未来在大选期间 能够提供相关分析 还有议题操作 好在这边 我先请教凤馨姐 就说你怎么看侯友宜此行 因为他这个此行 很多人其实还是对他寄予厚望 那他的看好度如何 有没有突破点 或是说不管怎么样 他启程动身 这一趟对他来说 就已经是加分 其实选择新加坡 作为国际参访的第一步 这当然是一步好奇 我先不讲说加分或不加分 因为我认为 只要先往台湾以外的地方 然后去建立各式各样的 国际交流的机会 台湾民众都是欢迎的 但是要加分或不加分 纯粹就必须要看你的表现 以及你的安排 有没有见到 其实大家期待你见到的人 我举例来讲 当然就是 大家觉得你去新加坡 因为上一次 他去新加坡的时候 已经见到了黄巡才 黄巡才当时 现在黄巡才已经是 确定就是李显龙的接班人了 可是他不是会只希望你见到黄巡才 更希望你能够见到李显龙 彼此之间能够交换意见 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是第一个要见到的人 第二个是 那么双方表达的意见 尤其是你自己 对外所表达的意见 还有当地的媒体 以及当地的政治人物 对你的态度 我觉得这些就变成了 大家最重要的参考指标 台湾是对新加坡好感度 非常高的地方 一方面过去台新友谊就非常的好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新加坡跟台湾的发展轨迹 是非常接近的 他民国54年才建国 到现在就短短的58年的时间 他成为了东南亚 我们不讲最重要的国家好了 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他的国家是那么的小 可是他却发挥了这么大的影响力 然后再加上各种生活秩序 然后还有包括了就是 这里面的治理的模式 他每一个很多环节 都是台湾人非常羡慕的 这是为什么政治人物喜欢去 新加坡的原因 去新加坡好像感觉上面 你都可以带回来一些相对进步的治理模式 可是我觉得新加坡在 只要是总统候选人要去新加坡 一定关注的焦点就是两岸关系 那么甚至于是中美台 三方关系下的台湾角色这件事情 李显龙其实在过去这三四年的时间 在这方面的发言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呢 他的是越来越直言不讳 你知道像昨天他在新加坡议会的时候 那一番谈话 他就直接点名说 台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而且他特别提到中美竞争 短期之内你是不会看到 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够发生冲突 那不能够发生冲突的背后是什么呢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新加坡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他说但是现在西方有一种论述 正在崛起 这个论述呢是指说 好像现在中国大陆跟西方之间 进入的是民主跟威权的竞争 他说这一种论述 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 所以他当你知道 就是一个总理他讲话 都不能够点名去批判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是说直接说是谁的错 谁对谁错这样 但是他对于说是民主对抗威权 他是其其不以为然的 那么而认为其实继续维持 那个一个中国的那个态度发展 他认为这才是他要接受的 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还记得这一个赖清德的起手势 就是民主对抗威权吗 对 民主与专制 民主与专制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从李显龙的角度来讲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对区域和平 有帮助的论述 那但是这个是他反对的是什么 或者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或者他可能不赞成的是什么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 那侯友宜的论述又能不能够让 李显龙可以放心的对外告诉大家说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 他有点像是2007年马英九访问新加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当时新加坡不但是 那时候李光耀 李光耀不但是见了这个马英九 那时候李光耀还在世 但是主旗逝者已经不是李光耀 那李光耀不但是见了马英九 而且还直接的告诉马英九说 我们会发新闻稿 对 这个对新加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媒体跟政府官员 在这个部分是合作的很好的 我不是说全部都合作 就这部分合作的很好 就从国家处境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需要避密外交的地方 他们是会配合不发布任何新闻的 那纯粹就是要看说 这个当这个你如果 如果是秘密外交 然后你后来再宣布 你自己对外宣布的话 通常新加坡政府就会给你寄一个 这个叉叉 以后我们可能就不往来了 那所以理论上来讲 台新之间的交流 过去都是被列为是秘密的 尽量不要公开 但是李光耀却直接的说 我们会发新闻稿 就代表说 我要公开让全新加坡人 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跟你见了面 然后我们谈得很愉快什么等等 其实那是一种很迂回的支持的一种表示 那我觉得这一次 侯友宜有要见的人是大家观察的 然后他自己如何论述 他自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 以及他的所处的环境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未来 还有包括新加坡是如何的回应 我觉得这三件事情 就是我们大家观察 侯友宜能不能加分 以及加分多少 或者如果说万一 他谈的并不好的话 那也有可能是扣分的 所以这就是要看他的展现了 谢谢大家 还有新加坡人 最后十多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